上一集我們說到鍾哥對我面受基矣 總體的策略就是用我的掌心慮、二個勢去壓人 一上來就將趙成峰的抵抗意志全部壓低他 顯然他並不看好我所有的手段 因為我將時間拖久了 趙成峰了解我的實力和搏鬥思想後 一定會反核為主,會佔上風 而到那個時候只怕我不能戰勝趙成峰 到時甚至乎可能這年輕人會落死手 明正言順地將我廢掉 這個擔心王鵬和魯爾都有 在他們看來我的進步雖然很驚人 但是如果比上趙成峰這些人物還差很遠 所以他一直對我說著很多鼓勵性的話 只要進入決賽就已經被上面的手掌看進眼裡 到時的前程自然也很遠 其實這句話裡的意思 我始終還是實力太弱 並不能跟趙成峰這些人物抗衡 人最怕看不清自己 又或者妄自尊大 又或者膽小懦弱 我其實對自己的底牌最為清楚 如果這次我想要戰勝趙成峰 唯一可以憑借的就是那個臨先為策有關的符文 明天是龍是蟲 就要看那個符文到底能不能用得上 看完中歌之後天色也不早 過了初試的王鵬和魯爾 就要即將進行那個秘法方面的考量 由於這類東西比較特殊 所以第二次評選的時候 就在封閉的軍營裡完成 組織裡會挑選一些有著豐富經驗的評選領導 然後詩對詩地進行交流 緊接著就將這個法門 從實戰的角度來打分評級 因為我放棄了比賽 所以我早早就回到住處 我抱著肥妹就睡了 至於後面的結果是怎樣 我並不太關心 相比於秘法 徒手比試對我來說顯然更加重要 第二天的早晨 我活動一下手腳 正準備參加最終的比鬥 我在想 就算我這次真是一敗徒地 我一定要讓我自己鬥志更昂揚才行 我不想讓我的兄弟看到我心裡的擔憂和膽怯 外面的天色有點陰寒 烏雲壓度很低 我聞到空氣裡有一股風雨欲來的水聲味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了 當我來到比賽場地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件很古怪的事情 就是雖然看到很多跟我一樣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學員聚集在這裡 但比較起昨天人山人海的場面來說 真的有著天淵之別 主席台上的領導一個都不見 我和黃鵬老二對望了一下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裡還有黃鵬比較熟悉 左右打量了一下 找到了一個工作人員 問了一下上面的首長去了哪裡 為什麼比賽還不開始 那個人看看周圍 小心翼翼地說 聽說前線那邊有消息回來 幾個大哥關上房門研究了一整晚 現在什麼情況誰都說不完 聽說有些人進去說匯報比賽的情況被人扔了出來 說明那幫大哥的心情都不是很爽 我們又等了一會兒 我看見趙成峰的幾條嬰兒出現在操場旁邊 不過趙成峰就沒有露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你 黃鵬沒有在原地等待 而是直接過去跟劉子銘說說話 直接找劉子銘去說話 過了一會兒 黃鵬回來告訴我 他說趙成峰剛剛被工作組的人員叫了走 他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魯二見我悶悶不樂 他對對我肩膀說 他不是被人抓了進去嗎 這句笑話一點都不好笑 兩個縮敵對決的人 我滿懷鬥志地奔赴決賽的場地 結果有一方放我飛機 這件事放在誰人身上都覺得不好受 不過沒有讓我們等多久 劉春和幾個指導員突然出來了 來到現場之後 選了幾個前幾天表現得很優異的人 逐個聊天 過了一會兒 劉春來到我們三個人面前 他沒有看我的眼 而是低聲地說 上面有新通知 你們三個人馬上去小會議室 有個重要會議在八點鐘召開 不要擋不著時間 說完這番話 他就離開了 這個時候黃鵬伸手攔著他 到底什麼回事 劉春避開了 匆匆忙忙地說了一句話 你們等一會兒看就知道了 他不想再多解釋 轉身大步走開了 我們幾個對望了眼 都覺得這件事不一般 於是也沒有在操場裡逗留 而是向著軍營那邊幾排辦公樓裡的小會議室走過去 到了會議室 我看到昨天交過手的張良葵 張世佳他們都在這裡 看到我來到之後 他們也上前過來親切地打著招呼 比鬥不過一時之時 交情是一世的 我也很熱情地問他們 問他們知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張良葵領領頭 他們也說不知道 而張世佳就跟我們說 他說有可能邊界有時發生一些不可控的事件 在雙方邊界上按兵不動的時候 安南馬樓那邊已經開始有些挑釁的動作 這句話一說 我立刻就理解 為何明明到了決賽 突然間就終止了 所有的事都沒有戰爭那麼緊迫 只要說話而已 又來了兩個人 而其中一個就是昨天 和趙成峰比鬥的那個國學高手趙忠帝 他見到我的時候向我掩握頭 也沒有再多說話 看得出這個人在骨子裡是比較高傲的 昨天的失敗對於他的打擊應該不小 所有人員似乎都到齊了 我們幾個看了一下 發現都是比試當中比較突出的人 因為這裡的人員有點重點 所以人數並不算多 數一數只有15人 黃鵬在我耳邊低聲地說 這個比賽取消也好 我真的不想和我的兄弟在擂台那裡見 老二也掩握頭 他們兩個人雙雙晉級 起鞋組的決賽 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他們下午就要分出一個高低 哪個強哪個弱 就要真刀真槍地打出來 這件事其他人或者很喜歡看 但他們兩個就十分不願意 兄弟要動刀動槍 哪個都不好受 所以好像燒大炮一樣 他就主動放棄了 沒等多久 就有人過來整頓會場的紀律 叫我們各自坐好 不要亂動 緊接著會議室的門被推開了 就在我們齊齊齊地看過去的時候 走進來一個人 趙成鋒 來的竟然是這傢伙 我、黃鵬和魯爾都覺得很驚訝 但看見他目無表情地走進來 然後安靜地坐下 隨著趙成鋒的道理 後面陸續走來一干人等 有第一天宣布比賽大會開始的 那個光頭首長 又有那天指出趙成鋒 那個是劍意的黃面老者 還有那個幫我按摩的白髮老坑 到最後走進來的那個人 我們所有人都不由得站起來 他就是總局的許老 沒想到這個傳說當中的人物 竟然親自來跟我們開會 看來這件事真的很嚴重 各個首長在主席台上紛紛落了 那個光頭首長坐在正中間 他把雙手輕輕地壓了一下 然後四周圍變得一片直正 可以看著兩聲 你這頑固誰走 聽著我們說了 我知道你們心中有一個疑問 那就是為什麼不馬上進行比賽 我們一幫老傢伙會將你們找到這裡來 而不是主持比賽 我說的對不對 我們都沒說話 以他繼續說了 很多人都在猜測 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終止了比賽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他要停停 過了十幾秒之後 又去開門警察說了 今天凌晨三點 安南夜寇邊關那邊 將我們一方巡邏的戰士 全部殺害 我們部門佈置在那裡的邊境人員 已經立即赶到 經過一番激戰 對方退回國境 而我方增援的人員 全部躺在了祖國的土地上 這裡面的死者 還有我們特勤隊長張金福 這個張金福外號叫聶火岩炮 是田南局裡享誉盛名的高手 這次敵購越境 不僅襲擊了我們這邊的戰士 還將我們局裡的高手 和增援的部隊大部分都殲滅了 這裡表露出來的意思不言而語 這是挑戰 赤裸裸的挑戰 安南一方不滿足雙方逐漸平靜下來的國境邊線 於是又開展了一輪不一樣的戰爭 這就是所有的原因 幾乎不用動員 我們都群情激昂 所有人的眼裡都是一種強烈的求戰慾望 那個光頭首長宣布我們在場的人員 現在就進行整篇 將我們分成兩個執行小組 然後跟著大隊一起前往出示地點 到那時候 我們都會隨時隨地和安南進行非常規戰鬥 在編組的時候 趙成鋒被編在一組 而我們幾個就被編在二組 最後總局的許佬就發現 他看著我們就說了一句話 祖國和人民都在看著我們 千萬不要吊架 一句不要吊架 令我們全身血脈膨脹 這一戰我們所有的一切行為都跟國體有關 事情發生得很突然 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準備 所以會議並沒有召開很久 就在要求我們所有人都進行一級寶物之後 領導叫我們一小時後 全部收手行李 然後去軍營後面的小營地雜客 準備開拔到前線 我和黃鵬鵬爾一起出了會議室 沒有走幾步 趙成鋒就叫了我 我反過來 見到這個來自龍虎山的帥哥 不斷瞪著我 過了一會兒他才說 不得不承認 我一直期待和你有一場比試 不過現在完成不了 不要緊 自己人打自己人 這樣一點意思都沒有 不如我們來一場賭藥好不好? 好了 到底趙成鋒提出什麼賭藥? 我們下集再說